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里的包包分享视频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也有两款包包,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 第一款呢,是来自Fuller,来自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品牌 最红的一款包了,它叫做Metropolis 就是都市的这个意思,那就是说这个包是非常适合 在都市中使用,或者说是适合什么,都市利人 是这个意思吧,那看到这款包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眼熟 这款包应该是,无论是时尚博主还是明星 还是你在街头都应该看到过很多很多的人用过 然后这款包呢,其实也应该也是,我觉得在这个size的包包里面 非常火,然后传播性最好的一款包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包 首先呢,它的这个包身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长方形 就正方形稍微偏长一点点的这个尺寸 从侧面来看呢,它是上窄下宽的这个包形 就是形状,所以它的底部呢,其实还是蛮宽的 所以在就是储物空间上面来说还ok 相当于对它的这个容量来说还是算比较ok的 然后背面的设计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小口袋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光面 然后它们比较特色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金属扣 但是这个扣子啊,其实蛮多品牌都有用类似的设计 但是你仔细去看呢,又不尽相同 就是每一个牌子又都有点区别 其实像prada也是蛮主打这样的一个扣子的 然后在这边金属上面有一个follow的这个logo在这边 ok,打开的时候是需要按压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个按钮 按压一下右边的这个按钮,然后把它抽出来 然后内衬呢,翻盖的内衬也是一个鸡皮的一个材质 它其实也是一款随身小包 但是它跟我之前一直跟大家,之前跟大家聊过的这个 Murberry啊,还有Miu Miu啊,还有那个 菲拉格木那款,Valgamo那款呢,又不一样 就是那三款都是属于软的材质 就是我讲过它属于上面和下面一样的宽度 然后包身整体来说是属于柔软的材质 而这款呢,就是相同类型里面属于硬挺的这个材质的典型啦 就是它的这个包啊,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包型在的 就无论你里面放多少东西 它的形状应该都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除非你装太多,但你装太多以后它的扣子可能就会扣不上 所以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硬壳 它做好的这个包型 它装了东西和没装东西就都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样 所以呢,它的内部也是有做这个卡位的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不错的 在它的对面的这个地方有做三层的卡位 然后内衬,你看是帆布的内衬,但是有打上FOLA的这个字母的logo在里面 然后其他地方就是没有做分隔啦 后面有一个logo的金属牌,但是没有做其他的拉链啊,或者是其他什么的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跟我刚才讲的那三款包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链子是金属的 而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三款随身小包呢,都是皮革的这个肩带 它这一款是链子的肩带 所以它这款包的整体的感觉会像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都市感,现代感的感觉更浓重一点 就是非常摩登的那种感觉 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链子啊 扣在里面的方式也蛮好看的 它这边有一个金属的洞眼 然后链子进去,穿进去以后呢 它是有这样一个横杠给它扣在这边的 所以说呢,其实通过这个横杠你是可以把链子取掉的 就是偶尔你如果需要去把它当做一个 比如说小小的这个手拿包来用的话 就不需要链子的时候 你是可以把链子给它拆下来的 然后我目测呢,它的这个容量啊 应该还可以 但是也放不了太多的东西 也就是可以放一下手机啊 然后钱包是最好不要带的 因为它做了卡位给你嘛 然后可以放一些小的化妆品什么的在里面还可以 然后呢这个,我手上这款呢是一个裸粉色 对,裸粉色,就是不是完全的那种粉色那种颜色 它带了一些裸色就是肉色和带一点点的那种橘色在里面 它属于一个裸粉色 镜头下看起来可能更像杏色 米色,但其实是一个裸粉色 然后它搭配的链子是银色的 银色的金属链 然后这款因为太火了嘛 所以它其实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颜色 除了像这种就最正常的纯色款 它也有做拼色啊 还有做图案的啊 就上面会有一些波谱的图案也好 或者几何的图案各种各样的都有 还有像那种什么喷墨的那种图案做在上面 就是艺术感很强的那种也有 还有做不同材质的拼接的 比如说有爆纹的啦 什么亮片的啦什么的都有 所以这款其实已经出了各种各样的款式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包型的话 应该总能买到你喜欢的颜色或者图案 然后我现在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是这样的金属链 所以它是不能调节长短的 最多就是可以把它拿掉 但是呢就是我在跟店员聊的时候 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调长短的话 因为它这里是可以抽过来的嘛 你就运用它这个链子本身啊 给它打一个结 这样你比如说在这里打一个结 然后它再穿出去的时候 它就就是在高一点的地方不就 它再高一点的这个地方不就卡住了嘛 卡住以后呢就链子就可以短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吧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去给它调节一个长度的话 这个包呢就是搭配起来其实就蛮好搭的 我觉得其实像衬衫啊或者牛仔裤啊什么T恤啊 然后裙子啊什么的搭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都很OK 这个颜色也是蛮粉嫩蛮少女的一个颜色吧 我觉得 它这个也是属于十字纹的那种皮革 所以使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指甲什么的都不太会留下滑痕 但是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浅色嘛 浅色的话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个容易脏的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它的皮革比较好打理 所以相对来说还OK 然后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款包呢 也是属于这种硬壳的 但是就是比它大一个尺寸 所以我然后也是金属链 所以我就放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讲 这第二款呢就是来自AIR HITMACHE的一款包包 这个牌子我之前也已经跟大家聊过好几款 他们家的迷你手包啊 还有他们家的一个就是杀手包 就是我觉得可以上班用的一个杀手包 然后这款呢是我自己买的 就是我自己的包 然后我为什么会买它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长相特别的打动我 首先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正方形的一个包形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Celine的那个classic box好不好 就是也是比较正方的一个包形了 然后呢它的这个扣子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它这个扣子是这样打开 就是从上面往下掰下来 然后盖子可以这样打开 然后呢打开以后呢它的容量其实不是很大 因为我已经实际使用过了嘛 容量一般不是很大 但是它一样就是有八卡位坐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去掉这个钱包的位置就是还OK 然后背面的这个地方 有一座一个拉链的内侧带这样 然后背面呢它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的空间 你可以放一些什么零钱啊或者交通卡啊什么放在背后 这样 然后它的那个 还有一个打动我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链子很特别 它跟普通的那种金属链呢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种金属就是 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这种金属的链子 但是这种金属链有一个问题 就是会夹到头发啊 容易夹到头发和寒毛啊什么的 然后呢 这个包的颜色我很喜欢 因为我一直想买一个棕色的包 但是我没有选到一个很适合它的包型 因为而且它这个棕色有一点偏红 就是算红棕色吧 算是有一点红棕色 我会觉得这个颜色的包 就是你如果配不好包型和包款的话 就会显得老气 但是这个包的包型和它的金属 还有它的链子和这个扣子啊 什么各方面的设计 我就会觉得搭配的蛮恰到好处的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包 然后我今天为什么拿来跟这个包做比较呢 就是它们俩其实蛮类似的 都是比较偏向于正方形的硬壳包 就是包型式硬挺的那种 就是它基本上只有一个形在的 无论你里面放东西还是不放东西 然后其次呢 它们都是金属扣 然后金属链 但是它们就又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效果的一个展现 这个包就是如它的名字一样 非常摩登的都市感 而这个包我自己就会觉得是比较复古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包我也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包的金属呢 是有这样四个洞眼 所以它其实可以调双链和单链两种 双链的话呢 就是这样背 就觉得就是你如果是日常上班啊 然后干嘛的就还 也还是蛮适合的 对吧 那如果你要把它调成单链的话呢 我觉得就会更休闲一点 单链就是这样子 但是它要斜胯的话呢 就稍微有一点难度 因为如果是我试过 就是穿冬天那种大衣的话 斜胯就会有一点卡 因为它的链子不能放到很长 就是你如果是冬天的话 就会有一点卡 夏天啊 或者像春秋穿衬衫这种单件的话 就没有什么问题 斜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两款包包啦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包包的问题 或者你想要购买哪一款包包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添加我个人的微信号 如果你对我个人日常的穿搭呀 吃喝玩乐什么也感兴趣的话呢 就请关注我的微博号 最最重要的呢 就是记得订阅我在优酷的这个个人频道 这样视频一有更新的时候呢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啦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